今天我就要出发了 上午10点的客车出国 然后我现在是在收拾东西啊 给你们看看我出国都带了些什么 我的皮箱啊 你们看啊 其实没带什么东西 我就带了几件衣服 这个衣服带着 然后这个是换洗的衣服带了几件 然后我把我的工作设备带了 你看直播灯这么放着 我怕弄坏了 直播支架 这样式的放在这 然后衣服放在这 然后这个包里面是一些乱七八糟 就带了几件衣服啊 因为我的包里没有装很多东西 最重的可能就是化妆品和面膜 这面膜在这 为什么就是不带那么多东西 是因为要减筋啊 只能免费带10公斤 超过10公斤就要花钱了 所以我能尽量少带东西的 我都少带了啊 再然后是这块你们看啊 我这里面塞的鼓鼓囊塞的 为什么 你们看我这一兜都是化妆品 化妆品是最压衬的 这个就得有个五六斤 我感觉它都有点那个啥了 所有的化妆品 然后还有一个大的充电宝 看着没有 拎在手里这种小包 它是不剪的 但是你背在身上的包 它都剪 所以说我没办法 我只能割兜林了 然后国外呢水果特别贵 我昨天晚上买了几个臭菊 放在这儿啊 出去吃 就这四个了 以后出国可能吃水果的时候都少了 这国外的水果比西藏还贵 然后这个是充电器啊 还有手机啥的都带着 然后还有就是护照看到了没有 还有钱啊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我的这个GoPro啊 这些东西 感觉没多些东西 装不装不就一大箱子了 一大皮箱了 一会儿我拿来个皮箱 我整起来 我冲成超没超重 超重 我再往下捡几样的东西 但是我搅着 没有什么东西能往下捡了 站着上面试着这皮箱多沉 我先上来 撑有点不太好吃 然后 我再拎着皮箱上来试一试 54 67 超重了是不是 完了 超重了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能往外掏的了 我这真没放什么呀 这里面 我决定把我的手拎包 加大 这可咋整呀 我没有什么能往外面拿的了 我这皮箱里面啥都没放 主要是这个皮箱自重也挺沉的 就几件衣服 没什么可掏的了 算了就这么地儿吧 看看剪金超重多钱吧 不行花点钱吧 我又打开找了一遍 真是没什么能往外掏的了 超了三公斤 一斤可能啊 我猜个十了块钱 花个三两块钱带出去吧 真没啥能往下捡的了 招式完毕呀 准备出发 现在临时的国际售票处在这儿 然后坐车就在后面那个院里面 这个是我的票啊 现在是都是临时的 原来车票是跟正规那个车票一样 现在是这样的 都是俄罗斯的车啊 然后一会儿是在这个位置捡金 捡完金 然后上后面上车就可以了 这边还得贴一个 这个海关申报 得扫下码 得贴下这个 最最最重要的望运告诉你们了 这个是到葛城 不是直接到海参崴 就是到离我们孙河最近的那个小镇 然后这个票是180 到那是180 然后我接着往海参崴走呢 是需要再给俄罗斯司机加钱的 再加多少卢布就不知道了 反正咱们到那再说 现在开始捡金 我也不知道 我这皮箱自重就老陈了 多少 超重了是吗 超了 超点不多 超多钱 十我 捡完了 超了三公斤 一公斤五块钱 花了十块钱 然后又十点车来了 咱们就可以上车咯 现在车还没到了 在这等着呢 还有几个维罗斯人啊 中国人居多 车来了啊 这个就是这个 就先到这个镇子 这是我们今天坐的这个车 我坐在地盘 为了给你们看 第一手的风景 我们到海关了啊 咱们中国大海关 我们出来了 然后过个好像没多少时间 十六分钟吧 就能到俄罗斯海关了 出关到那边就这么快 但是过来俄罗斯海关就比较费劲了 俄罗斯大兵上来查护照 刚看完 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海关了 这是第一个关口啊 一会儿再往前开才能到他们真正的大海关 这个呢就是俄罗斯的海关边检大楼啊 看着没有多寒酸 这是他们的啊 下车不敢路 在车上可以啊 然后这边一会儿过去 就可以往俄罗斯的 离我们还符合最近的那个葛城啊 一个小镇去了 他们这儿的小野猫 俄罗斯的 也不怕人真好 胖乎乎的 人还没全检完 然后我们先检完先出来了 等会儿全检完了我们就能走 路上来检查护照了啊 然后看我们盖这个张 看完这个张我们就可以正式出发咯 我们这趟车呢就是到葛城的 我先到海神百 就是弗拉第乌斯托克的话 需要再交一千路 刚才司机刚刚我收了一千路 我刚给他 原来是五百 现在疫情过后涨价了 涨成一千了 然后一会儿他把货卖的钱都收完了 就可以出发了 三年了 终于又可以像三年前一样自由的来往了 没想到2020年 像三八节前后来趟俄罗斯的愿望 在2023年的三八节完成了 这三年 不应该说四年了 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到俄罗斯来 能轻装上阵就轻装上阵吧 我拎个皮箱 在中国收了我15 到俄罗斯收了我600卢布 大的皮箱啊 老的是500 大的是600 我带你说 我带的 我带的 这个 OK 死不死吧 我现在是在葛城的啊 出了海关 也就开了十多分钟就到这了 然后司机跟说 休息15分钟 然后呢 我今天早上起来是啥也没吃 饿的不行 本来以为那个是商店 我走进去看那个是汽车商店 不是卖吃了的 然后还有剩下几分钟 我想去找个商店 正好大家看看这个小镇啊 其实他说它是个镇 但在对于咱们中国来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村子 那么大的地方 但在俄罗斯呢 它就是镇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俄罗斯是地广人稀 人特别少 地方特别大 所以说 把它这个叫做这个镇啊 那个好像是商店 还有几分钟 我赶紧的 这俄罗斯人这 叫手石 别给我扔下了 买点吃的我 完了 没开门 拉倒吧 停停吧 再往前开开吧 到乌苏里 估计还能停 到乌苏里再看一看 中途休息啊 你看 还有汉语 这个就是我们 中途休息的地方 那个是咖啡厅 这个是商店 对面 原来也是个商店 司机回来了 快买吃的去了 买焦吗 好嘞 告诉我走了 咱们走吧 看着这白花花的吗 这就已经到海边了 但是看不太晴了 天晴 这边好洞上了啊 这边全是海 看着白花花的了吗 正式进入弗拉迪沃斯托克 我们所说的海之外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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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就搁这儿 我今晚就住这个楼啊 看到没有 对面就是海